手游酷玩 好像感觉有点这个忘恩负义啊 确实是乐歌无线这个生存模式里呢 系统初始给你带了好几个房子 然后有的是有人有的是没有人 然后这地方我决定无论是有人没人 我都把房子拆了 这个 这一拆房子的举动啊 不在乎到底是自己啊想挣钱还是怎么样 只是啊我想重新给自己干一个更大的啊这个因为 大家可以发现你可以获得的房子材料非常多 然后由于 无论是地下还是平面这个草原上都有其他的房子 然后里面没有什么人 所以说我们可以拆房子 然后这地方打算把所有的房子都集合在一起 然后来完成我自己房子的这个搭建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如果我拆完房子之后拼不上啊 然后我希望我上传把这个游戏上传到这个官方之后呢 这个大家能帮我重新搭一点房子啊 这个我个人这个建筑技术我怎么跟大家说呢 就是假如说你给我一个空房子 然后让我给你上什么刷旗就定颜色啊 我保证啊就是你看完成品之后你都不想住 就你恨不得把房子送给我啊 就是这么猛啊 那这位置呢也是稍微给大家解明一下 关于这个生存模式平原上的农村啊 平原上有很多农村啊 比如说水啊 以及自然生产的这个动物 还有各到黑田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敌人啊 这些东西都可以给大家获来获取到很多的农村 然后也有什么祭坛 这种东西啊 可以通过固定的东西 然后就是利用固定的物品 然后来触发木析机坠 然后可能会给大家一些不太一样的东西 然后地上还有这种白色 是白色 对白色半椭圆形物体 会给大家在里边带来什么火把之类的附属道具 那这位置呢 我现在是在砍羊啊 就是击败草原上的羊之后呢 会获得这个羊角 羊角可以做成我比较 现在比较需要的这个 叫做什么炸弹啊 然后来拆房子 这样的话呢 拆房的速度会比较快 大家可以看到 我现在可以无限做这个暴力管 然后做了很多这个暴力管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 虽然我这个人 干啥啥不行 吃啥啥没个儿 然后还没有什么惨意 但是我能惨呀 这位置可以看 我扔的非常的这个不准 这位置其实大家不要怕 就是你在炸的时候 把你这个道具炸了啊 它还是会出现的 所以说即使是炸了 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啊 这位置继续就可以了 这个拆架其实工程量很大 大家别看现在这个 我现在这个暴力管 就是比较多 然后暴力管比较多 然后可以用的 炸的范围比较大 但是啊 你可以看啊 这个上面的房子 很难炸出来啊 然后用暴力管的坏处 就是它不会给你掉了石块啊 然后石块可能就需要 大家去自己去采集了 那本期视频呢 到这里差不多就要结束了 今天给大家带游戏 一眼之时的乐高无限 如果你喜欢此游戏 请关注我们手货玩 如果你不喜欢此游戏 请关注我们手货玩的 其他游戏视频 感谢你的本期观看 让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关注我们下期再见